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我是Sero 上个星期PlayStation宣布了他们全新的订阅制服务 里面的阵容对新玩家来说豪华得不得了 Twitter下方也有出现不少北美的玩家 纷纷表示 拜拜垃圾盒 不过呢作为第一批体验该服务的亚洲玩家 却怨声载道 纷纷跑到Twitter怒制PlayStation 但是PlayStation吃相难看 相信玩家们也应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吧 而今天除了要跟玩家们分享这件事情以外 也要来跟玩家们讨论看看 究竟PlayStation的订阅制 还是Xbox的Game Pass比较值得 彼此又有着什么样的优势呢 如果遗漏或者是错误的话 甚至是有话想说的玩家 玩家们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里面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开始吧 对于PlayStation不是那么了解 或者是不知道新订阅制的玩家 在这里跟你们解释一下 索尼出了什么状况 事情是这样的 在PlayStation全新的订阅制 在亚洲区上线之后 许多玩家都满怀期待的去升级配套 大家都在社群分享自己准备升级的贴文 然而就有玩家发现到 原来要升级一个阶级 是必须要一次性升级的 像是你还剩余一个月的会员 那你就得付这一个月的升级费 你还剩下一年那就需要给一年 一些忠实玩家 吐了大约五六年的会员 就需要付五六年的升级费 然而在越来越多玩家放出自己的升级费用之后 玩家们也开始察觉到不对劲 为什么有些人的会员时间比我长 却付得比我少 为什么一些玩家的升级费要给到那么多 中港台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玩家也在社群讨论了起来 这才发现原来玩家需要额外付 之前特价买的优惠跟原价的差价 举个例子 如果玩家之前在20%优惠的时候 购买或者是讯定的会员配套 这一次升级的时候就需要补回那20%优惠的价格 简单来说就是把优惠扣除的价格给还回去 可能对一些只剩下一个月半年会员的玩家来说 并不会对补差价的操作感到生气 可是对于那些有着5年6年的玩家就有着相当不公平的待遇 因为他们会比新入手的玩家付的还要多 对那些忠实粉丝来说 这样的操作也打击了他们对索尼多年来的支持 也因此许多玩家都在网络上批评索尼 索尼最大滔天搞到百姓怨声载道的迷因图再次疯传 推特下方更是看到了许多中文玩家的抱怨声 甚至还出现了比腾讯更不要脸的说法 或者是中国媒体用华尔乐队洗刷刷的歌词 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来嘲讽索尼 也有不少忠实玩家选择将矛头指向了索尼的CEO Jim Ryan 自Jim Ryan担任CEO 许多忠实粉丝就已经不太喜欢他了 觉得他砸烂了PlayStation的招牌 像是之前在访问中 Jim Ryan就说了中东人在PlayStation出现之前 没有玩过游戏 让许多中东玩家感到不满 或者是认为Jim Ryan为了利益 把独占游戏的招牌给打烂 将独占游戏上市到PC平台 而最让玩家们生气的 就是关闭索尼日本的游戏工作室 甚至还有玩家发起情愿书要求解雇Jim Ryan 所以这一次的操作 许多玩家也都认为是Jim Ryan搞的鬼 虽然在事情沿上了两天之后 PlayStation就有出来救火 表示是技术问题 导致那些折扣价买的玩家们被收取了错误的费用 也声明该问题目前已经修复 被影响的玩家们也会得到补偿 不过玩家们当然也不买账 纷纷表示这个政策摆明就是针对亚洲玩家 试探玩家的底线 言见言上了才来说是技术问题 也有玩家表示自己有询问了PlayStation的客服 客服的回应也是说了 新的PlayStation Plus跟旧的Plus是不一样的 所以想要体验新的就必须要补差价 而且如果真的是技术问题 那么客服也应该不会用这个理由和玩家们解释 反而是应该跟玩家们道歉并表示尽快处理才对 而且也有一些玩家认为 之所以索尼在两天之后才处理 是因为在事情沿上之后 国外媒体纷纷报导此事 导致许多国外玩家对此打抱不平 Ready也烧了起来 甚至一些玩家还说了要去玩Xbox或者是PC了 因为目前该服务只在亚服上线 补差价的事情 欧美玩家也只能透过这里的消息得知 所以为了不流失国外玩家 索尼才会选择以技术问题为由来灭火 当然实际原因是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 这些都是玩家们在网络上自己的推测批评 玩家们你们觉得呢 说完了这次的岩上事件 接下来就要跟玩家们讨论一下 到底PlayStation的Deluxe订阅 还是Xbox Game Pass更胜一丑呢 其实不得不说 两边的阵容都非常诱人 两个都订阅的玩家们游戏根本就是玩不玩 虽然PlayStation的订阅阵容 跟本来说好的700款游戏有点落差 目前游戏库只有到250多款 一些还是分成了PS4 PS5的版本来凑数量 像是最终幻想时 就有这三个版本代表了三个游戏 使用障眼法让玩家们误会真有那么多游戏 而且雅芙并没有支持尊贵配套 所谓的尊贵配套是融合了PlayStation Now的云端串流服务 也就是透过串流来游玩游戏 当中就包括了许多的PS3游戏 像是阿什罗之怒 荒野大标客 或者是Ratchet & Clank系列作品 而且PS1和PS2的经典游戏 加上重制版 都没有超过30款 一些游戏还用着早期的Pel版本 许多本期代有着海量经典游戏的玩家们 也感到失望 不过相信未来PlayStation 应该也会陆陆续续的添加更多的经典游戏 只是时间上的问题罢了 希望会有像是鬼武者系列 或者是战神前三部曲等游戏可以玩 回到正题 虽然游戏库实际数量 并没有跟当初说好的那么多 但难道真的就不值得入手吗? 当然没有 这一次的游戏库中包含了许多的3A大作 阵容也绝对豪华 对新玩家、PC玩家 或者是有那些想要买PlayStation的玩家 这一次的配套绝对是你入手的好时机 CP值相当的高 有着战神、雪原诅咒、荒野大标客2等大作 对马岛和死亡隔浅更是引入了导演剪辑版 这里的其中一款游戏都足以让你玩上一个月了 而且那些较为经典的好作品 像是Infamous 系列 还是《秘境探险》都有在内 论3A大作 PlayStation比XGP 还要更胜一筹 只不过对老玩家来说 却不是那么的吸引 因为这些游戏基本上在推出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购买来玩了 相信有不少索尼粉 在看完了阵容之后 感觉上都觉得还好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玩家说 这一次的服务是为了吸引新客群而来的 除了3A阵容以外 目前订阅服务的一些福利 XGP其实是更有优势的 最明显的当然就是第一天上架啦 GamePass的Day1福利真的非常夸张 许多独立游戏还是知名作品 在推出的第一天就登陆到了GamePass上 让玩家们白嫖真香 像是最近推出的Sniper Elite 5 在第一天就加入了GamePass Xbox的独占游戏Froza Horizon 5 那时候也是直接进入到了游戏库 不久前白英雄传崛起 才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台湾的PlayStation粉砖 在白英雄传崛起上架之后 发出了贴文 但台湾Xbox的粉砖 直接就在下方评论GamePass有得玩 之后更是直接分享了PlayStation的贴文 说到白英雄传崛起 首发加入GamePass 嘲讽力拉好拉满 但PlayStation虽然没有首发游戏可以直接玩 但却有着新游戏体验的福利 凡是订阅Deluxe PlayTal的玩家 都可以下载一些新作来体验几个小时的游戏 每个游戏的时长都不定 有些可以玩2个小时 有些则可以玩5个小时 当中包括的游戏就有着地平线西部境遇 Cyberpunk 2077 或者是刚推出的秘境探险和几等 而且有些游戏也处于比较尴尬的状况 像是鬼陷东京和死亡循环 都是Xbox处在合约上的PlayStation独占游戏 所以最终会去哪一边都还不确定 而且不知道玩家们有没有发现到 其实这两边都有着知名的游戏公司入驻 像是EA Play加入了Xbox Ubisoft则加入了PlayStation 虽然Ubisoft也有着游戏加入GamePass 但自家游戏进入PlayStation Relux 比GamePass还要多 也相信不少玩家会更喜欢Ubisoft的游戏库 像是极地战壕 南方四剑客 还是刺客教条 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而且要对比经典旧游戏的话 Xbox自家游戏数量 也比目前PlayStation还要多 像是Badesta Studio的 《异城余神》系列 《毁灭战士》 或者是Hello系列等等 而且部分游戏也是从电脑延伸出来的 Quake就是经典中的经典 所以在电脑上玩也算是重温经典了 俗话说得好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穿衣戴帽各有所好 从两边的游戏库内容比起来 其实两边都为玩家带来了很好的福利 受惠的永远都是玩家 XGP有着400多款游戏 PlayStation只有200多款 难道就是GamePass最棒吗 其实也不以为然 早前国外媒体Kutaku 就写了一篇文章表示 GamePass的热度已经软尽 并说到GamePass没有任何的3A大作 可以适应玩家计定 而这番言论也引起了Xbox的注意 GamePass的推特更是直接在下方留言道 你只限制自己玩3A游戏 留言区也有不少玩家支持GamePass 确实 GamePass目前并没有比PlayStation 还要多的3A大作 但其实GamePass它更像是一个宝藏库 玩家们需要自己去寻宝 挖宝藏 找到一些被忽视的好游戏 它们都不是3A大作 而是独立工作室 制作出来的独立游戏 很多时候玩家们怕踩雷 不敢购买独立游戏来尝试 但GamePass却将许多的独立游戏 都放入到了游戏库中 不仅帮到的独立游戏工作室有曝光 也让玩家找到了一些冷门的宝藏 像是之前推出的Nobody Save the World 还是感人的Spirit Pharaoh 又或者是最近推出 就加入GamePass的森林里的小魔女 联姻游戏不好玩 而让玩家们感到失望的Trick to Yomi 玩家也可以不用花过多的费用 来体验这款游戏 当然对于只喜欢3A游戏的玩家来说 GamePass根本就是弱爆了 所以要说GamePass还是Deluxe 哪一个更值得 其实都得看玩家们自己喜欢 什么样的类型的游戏 要比3A大作、开放世界、高画质的作品 PlayStation Deluxe的选择真的非常多 未来更是有可能会引入更多的作品 但玩家们想要找一些独立游戏 或者是一些较为特别、冷门、轻松的小品游戏 PlayStation Deluxe虽然也有 但GamePass的数量会有更多 最重要的是 没有PlayStation主机的玩家 或者是不曾玩过独战游戏的玩家 这一次Deluxe服务的出现 真的可以让你们玩到非常多很棒的游戏 也是你们入手享受大作的好时机 尤其是PC玩家 再玩完了DazeCon、战神 不如也去尝试看看其他的独战游戏 至于老粉嘛 如果那些游戏你都已经玩过了 那还是在等一段时间观望 有什么新游戏或者是旧游戏增加 才决定要不要升级 否则对一些还剩下很多会员时间的玩家来说 升级费用可不低啊 那么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玩家们对PlayStation Deluxe 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有没有什么游戏让你心动了 也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当然不管是Game Pass还是PlayStation Deluxe 受惠白嫖的永远都是玩家 虽然索尼刚开始的收费操作 真的有一点让人看不懂 但既然都已经修复了 就只好将重心放在了游戏上 只要哪一边有适合你口味的游戏 就订阅哪一边吧 喜欢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记得打开小铃铛 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我是Sero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